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 供应链告急 三星电子总裁 刚刚新闻有提到 三星电子总裁 他们跟三星要 所有的资料 结果没想到 他们自己的手机供应链告急 三星电子总裁两度去美国 竟然遭到拒绝 打不过Cue一下他的那个 就是三星的这个画面 三星总裁的画面 他卢泰文呢 他因为就是今年呢 曾经因为两度去美国 要求零组件就是他 没错 要求零组件呢 制造商的供应三星 更多智慧型手机 生产需要的处理器 结果遭遭拒绝 显示全球晶片短缺的严重性 不过现在美国反过来 跟三星要求 因为他说 因为全球车用晶片荒的问题 反过来跟他要求 要所有他的资料 我觉得这个卢泰文呢 他就是后来就是 就待在美 他就美国待了 就很默默地待了三个月之后 就返回了韩国 默默返回韩国 因为这次访 他们等于是访问美国没有结果 两度去美国谈判 三星只能获得一些稳定的供应量 那目前的话呢 在三星手机的部分 也显示了三星在全球智慧手机 供应链上的购买力 开始已经减弱了 而且重点是 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讯号 就是说你因为重要客户 会得到第一批供货嘛 而三星是目前全球智慧型 手机的龙头 却被美国拒绝耶 就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呢报导也 韩国的媒体也报导认为说 三星的智慧型手机 如果受到晶片短缺影响的话呢 第三季可能它的供应量 会供不应求 预计可能会到第四季哦 除了这个销量下滑 跟晶片荒冲击之外呢 诶 报导也分析说 由于三星可能越来越 依赖中国的设计制造商 使得在全球的这个地位 逐渐下降 那刚刚有提到啦 诶 美国跟我要求 就是要11月8号给资料 要求三星给资料 结果三星因为手机的问题 就是包括一些手机的 那个晶片荒的问题 需要一些美国的寻求 两度被拒绝 诶 这是不是有点 就是很好笑 很好笑很诡异的事情 当然拜登到底为什么 可以这么强硬的这么样做 为什么呢 最后我们来做个这个解 就是做一个总结 因为呢 只要两个数据好 历届的美国总统 有两个数据非常非常重要 他为什么要逼台积电 或者是三星交集你 他不惜破坏自由贸易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CG4 先出来一下 美国总统的力来 力来关注两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是失业率 失业率非常的严重 第二个是通膨率 通膨率 拜登不惜破坏自由贸易 强逼业者 这个要求这个机密 如果这两个 这个数据好的话呢 就不会有这一次 这么大的鸿门宴 好 拜登不惜破坏自由贸易 强逼业者 交这个机密 原因很多 那就是因为车用晶片 短缺的关系 这CG5可以出来一下 你可以看到车用晶片短缺 让汽车无法顺利生产 导致非常多的车厂受到这个冲击 让这个美国汽车大臣 失业率攀高 美国政府当然急跳脚啦 要当然要解决这个 晶片的供应问题 所以他才要求 所有的这个半导体 这个拒破 要求要交出所有的机密资料 而且呢重点是 要讲这么讲啦 他关注这个数据 他希望这个数据 等于是半导体的数据交出来 美国政府才能 才会如此急迫的 想要解决所谓供应链的问题 不过刚刚我们也看了这个新闻 韩国的这个新闻 他们是三星这边 这边韩国政府是要保护 三星跟SK海力士 他们是坚决的要求 就是不会交出 但是11月8号究竟是会如何呢 还有我们的护国玄山台积电 刚刚郑威姐也分析的 非常的清楚 他如果要 他要的是要回主导权 有可能是要回这个半导体的主导权 然后呢 有可能私下交给英特尔的话 哇这个可能就不得了了 这个台积电可能这个护国神山 可能就真的不叫护国神山了 那当然呢台积电也在 公民心被骂得凑头之后呢 台积电有表态说明 他不会轻易的把资料交给 就是其他的国家或者其他的 其他的国家的部分 那当然啦我们也知道说说 他们即将在10月份有法朔会 这个法朔会可能所有的媒体 都会关注这个话题 好 接下来大家轻松一下 因为大家真的太气愤了 不只我气愤 大家我相信美国正 呃我相信韩国三星也很气愤啦 国人也很气愤啦 立委也很气愤啦